只凭了我们当下的初衷 我们的直觉 就挑选了那些遥远且模糊不清 看似绚烂华美的梦想路标 好像不是当初我所想的那样 我喃喃着 为什么当初勇于追随目标的我 至今还是从没哭练的过日子呢 从来你的初入问卷调查 已经迟教一个礼拜了 其他童哥教了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教啊 不行 我实在不知道啊 感觉动画设计以后没前途 游戏企划嘛 总觉得又会容易失败 我妈怎么办啊 同学 冷静点啊 再想清楚好了 这礼拜一定要把问卷调出去 反正明天没课 就在这里把问卷调完之后再回去 要看卷调馅 也行 阿安 去 io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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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